叙利亚卫生部7号发布声明称 目前土耳其强阵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已经造成812人遇难 1449人受伤 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另据救援人员表示 在反对派控制地区 地震已经造成1020多人遇难 超过2400人受伤 预计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叙利亚卫生部表示 地震受灾人员仍主要集中在 阿勒坡省 拉塔基亚省 伊德利布省 哈马省和塔尔图斯省等地 其中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勒坡省 受灾最为严重 阿勒坡省东部地区约有数十栋建筑 不同程度的倒塌 目前无法估计被掩埋的居民人数 居员人员表示 由于天气严寒 缺少重型设备 电力短缺以及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 使救援工作面临极大困难 在叙利亚伊德利布省 当地一家医院在一天内就收到了数百名伤者 大量患者的涌入 也给当地医疗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 哈马省消防部门官员表示 持续了15个小时的搜寻幸存者任务已经结束 受灾情况仍在评估中 被疏散的居民将分散在5个临时避难所安置 此次地震中 哈马受灾最严重的阿尔巴因地区 一栋容纳100多人的8层建筑倒塌 造成43人遇难 目前75人获救 被送往医院救治 叙利亚红心乐会负责人 哈布巴提7号表示 目前需要重型机械 救护车和搜救人员 以加快搜救进度 叙利亚红心乐会已经准备好 向全国所有地区派遣救援力量 包括反对派控制区 据估计 叙利亚现阶段有5万户家庭急需援助 大约4000人因地震无家可归 目前已设立126个避难所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表示 地震导致叙利亚多地基础设施被破坏 特别适用于向叙利亚提供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道路 也因地震中断 跨境援助受到很大影响